大家好,欢迎来到鲨鱼工作室的公共频道 今天我们先解读一下通胀数据和本周盘面的一些变化 随着投资者紧盯着通胀报告 市场在等待这一关键数据的发布前后经历了一些波动 通胀对股市和经济的影响备受关注 其结果可能引发市场曲折 短暂抛售或者带来部分反弹 投资者普遍对通胀数据表现出高度关注 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通胀持续走高的背景下 通胀对央行政策和市场预期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市场参与者密切关注通胀报告 以获取对未来走势的洞察 本周盘面的变化在华尔街银行开始发布第四季度财报的同时显现 财报季节通常引发市场的活跃交易和股价波动 投资者关注银行业的表现 以获取对整体经济健康状况的线索 银行财报不仅反映了金融行业的表现 也对其他行业产生一出效应 因此其影响力不可忽视 同时 财政部长珍伊特 耶伦可能在本月底发布下一个季度退款公告 这一消息被视为可能对股市产生意外提振 投资者对政府政策的变化和财政刺激的预期 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 总体而言 投资者在通胀数据和财报季节的双重影响下 对市场未来走势持谨慎态度 在这种背景下 密切关注市场动向 央行政策和宏观经济指标将是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 通胀对华尔街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数据总结如下 微软暂时超越苹果 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 花旗集团的利润将因费用和准备金减少38亿美元 美国12月份消费者物价上涨幅度超过预期 美国股市周四收盘波动不大 因通胀高于预期和劳动力市场强劲的迹象 削弱了美联储提前降息的希望 但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 抑制了跌势 标普500指数短暂突破了2022年1月的历史收盘高点 4796.56点 然后回吐了最初的涨幅 2023年结束后 股市一直难以找到上涨动力 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 12月份消费者价格上涨超出预期 主要是因为美国人为住房和医疗保健支付了更多费用 另一份报告显示 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意外下降至20万零2000人 美联储官员的评论对可能的降息进行了反驳 他们表示 12月份消费者价格数据几乎无法确保 通胀目前正稳步回到央行2%的目标 需要更多信息才能确定是否降息 美联储官员甚至认为 现阶段不可能出现过快的减息行动在3月份 尽管通胀数据引发了市场的一些担忧 但一些美联储官员在对待降息问题上持谨慎态度 他们认为 在考虑降息之前 还需要更多信息以更全面的评估通胀的趋势 这种谨慎的立场反映了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 需要权衡通胀和就业等多个因素的挑战 尽管通胀走高 但劳动力市场的强劲表现和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 使得美联储在决策方面保持灵活性 此外 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下跌 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对降息的期望 随着210亿美元的30年期债券拍卖获得好评 国债收益率的下降 有助于控制股市的损失 投资者对国债市场供应和需求的担忧有所缓解 这也降低了对降息的紧迫感 在股市方面 标普500指数在本周经历了一些波动 尤其是在通胀数据公布后 然而股市仍然在寻找上涨动力 而2023年的整体表现相对平淡 对于投资者来说 市场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需要密切关注央行政策 经济数据和全球世界的变化 总的来说 美联储官员对于当前经济状况保持谨慎态度 他们将更多的数据和信息纳入考量范围 以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 市场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灵活应对 以因应可能的变化和挑战 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下降 被视为对股市损失的一种意志力 尤其是在受到好评的210亿美元30年期债券拍卖之后 投资者表示 尽管人们仍然对国债市场的供应 是否足够感到担忧 特别是在长期国债方面 但真正的担忧 是在长期国债和今天的拍卖中 表现得过于完美 美国证券监管机构 批准了首支在美国上市的 追踪现货比特币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花旗集团股价下跌 文件显示该银行 记录约38亿美元的综合费用和准备金 这将影响其即将公布的第四季度收益 其他银行也下跌 本季度银行的盈利状况似乎非常糟糕 主要原因是一些奇怪的会计处理 截至2024年1月12日 摩根大通在财报季的开局表现不佳 第四季度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5% 仅为93亿美元 远低于分析师预期 每股收益为3.04美元 也远低于Factset估计的3.35美元 然而 这些数字并不代表摩根大通陷入困境 实际上 摩根大通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利润最高的一年 2023年的收入增长了23% 达到1580亿美元 利润增长了32% 达到496亿美元 这种差异的解释在于地区银行业危机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花费了大约230亿美元 来清理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去年春天倒闭后留下的烂摊子 而这笔费用主要由大型银行承担 因此 摩根大通需要支付与危机相关的一次性29亿美元费用 导致其利润下降 其他银行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美国银行支付了21亿美元的FDIC费用 第四季度 每股收益为35美分 低于预期的53美分 花旗集团支付了17亿美元的费用 第四季度 每股盈利亏损1.16美元 低于每股10亿美分的盈利预期 看起来 季报季节的开始 确实受到了各大银行公司的一系列惊吓 尽管一些银行面临了利润下降的压力 但这主要是因为一次性费用和地区银行业危机的影响 好的方面是 一些银行仍然经历了有纪录以来的高利润年度 表明整个行业并非全面陷入困境 总体来说 虽然季报季节的开始可能让人感到担忧 但我们期待其他行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展现出良好的表现 未可持续的增长奠定监视基础 我们再来从技术面上看一下新年1月份的走势预期 会受到哪些重要的技术指标的影响 首先 我们关注标普500指数的走势 技术分析中的移动平均线常常被用来识别趋势的方向和趋势的强度 在目前的情况下 投资者可能会密切关注短期和长期移动平均线的交叉情况 如果短期移动平均线向上穿越长期移动平均线 这可能被视为一个买入信号 暗示着市场可能继续上涨 相反 如果存在短期移动平均线向下穿越长期移动平均线的情况 这可能被解读为一个卖出信号 意味着市场可能面临下行压力 另一个关键的技术指标是支撑为核阻力位 支撑为市值 股价在下跌时可能会停止下跌的水平 而阻力位则是在上涨时可能会阻碍股价上升的水平 投资者通常通过观察股价在过去的走势中 是否在某个水平上出现反弹或回调 来确定支撑为核阻力位的位置 在新年1月份的走势预期中 还需考虑到市场情绪和资金流向 投资者可能关注投机性活动 如期全交易和短期交易量的变化 以了解市场参与者的情绪和策略 总体而言 技术面对分析提供了一个额外的角度 帮助投资者更全面地理解市场动态 今天我们继续爆料一个大佬的判断 从技术流的角度出发 他的判断结论是美股会持续下跌超过10天 有些技术流的大佬爆料一个结论的判断 就是1月份走势将会是虎头蛇尾 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过去几年 市场在1月份出现调整的历史趋势 投资者普遍认为 1月份可能受到新年一时的市场调整 和利润回吐的影响 形成了虎头蛇尾的特征 在技术流大佬的分析中 会对1月初和1月底的市场走势 做出更为详细的解读 1月初的虎头部分 可能反映了投资者 对新一年市场前景的积极预期 推动股市出现一定的上涨 然而 由于一些利润回吐 和投资者观望情绪的增强 1月底的蛇尾部分 可能会导致市场再度出现波动和回调 尽管标普500指数 在新年一时经历了较大的调整 目前已接近历史高点 本周创下了52周盘中新高 如果标普500指数能够明显突破4800点 这个判断完全符合12月份的大佬爆料的走势预期的结论 不幸的是 之前爆料的大佬已经被灭口了 多头已将重新占据上风 2022年1月的历史高点为收盘4796点和盘中4818点 目前美股处在这个范围内运行 支撑位略低于上周的低点4700点 更重要的支撑位在4600点 然而 如果标普500指数跌破4550点 12月低点 将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发展 符合熊市的定义 市场内部存在一些恶化迹象 但目前最看涨的是 标普500指数 图表本身和波动率综合体 在最近的市场调整期间 波动率综合体没有出现明显波动 目前位于4615 且正在上升 若标普500指数 再次收于4875点的区间之上 该区间已进入历史高点 且上升的纯股票看低期权比率 处于卖出信号 这个是需要密切关注 隐含波动率综合体中的 波动率衍生品结构 继续表现出对股票的看涨态度 然而 实际波动性并不那么乐观 标普500指数的20天历史波动率 上周升至10%以上 这是股票的卖出信号 如果历史波动率回落 并收于9%以下 则卖出信号将被止损 一个持续10个交易日的看跌形态即将到来 但接下来是强劲的看涨波动性时期 综上所述 由于标普500指数图表的头寸性质 我们继续持有核心看涨头寸 该股仍处于上升趋势 当其他已确认的信号出现时 我们将围绕该核心进行交易 市场洞察系统中的1月核心策略是在1月中旬 做空纳斯达克100指数 并在1月底回补空头 总结一下上面的爆料内容 在迎来持续性大涨之前 我们需要经历一个超过10个交易日的调整阶段 这一调整阶段可能包含了市场的虎头蛇尾走势 即1月初的短暂上涨可能会在月底遇到一些波动和回调 技术流大佬爆料的结论指出 1月份的市场走势可能呈现虎头蛇尾的特征 这意味着投资者在短期内面临一些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者需要特别注意市场的短期变化 并采取谨慎的策略 技术指标的判断 成为判断市场是否过度买入或过度卖出的工具 综合而言 超过10个交易日的调整阶段 可能为市场提供了重新平衡的机会 为持续性的大涨奠定了基础 说到这里 我们忽然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声音 这个声音在过去的连续几期都没有出现过 而今天它又再次显现了出来 这种突然的变化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使得市场氛围变得更加紧张 这个特殊声音代表着市场中的某种变化或新的因素 对于投资者而言 这可能成为一个需要留意的信号 投资者纷纷开始关注这个声音的来源和影响 这一突如其来的声音 也让人们开始重新评估 他们之前的市场分析和预测 或许 这个声音的出现 将为市场带来新的动力 也可能成为投资者调整策略的契机 继续观察这个声音的走势和影响 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市场的格局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投资环境中 保持灵活性和及时的信息获取将成为投资者成功的关键 声音表示 如果一轮本月有出人意料的动作 股市有望上涨 投资者短期收到通涨报告的影响 这份报告为新一年市场的曲折 短暂抛售和部分反弹提供一些方向 随着华尔街银行开始发布第四季度财报 市场可能会迎来更多的行动 全球股市可能已经超出基本面 预计会暂时停顿 这一趋势似乎正在发生 我们也来看看 全球较弱的股票市场的走势图形 财政部长耶伦预计将于1月29日 发布下一个季度退款公告 这可能会意外提振股市 但是有些大佬提醒投资者 关注财政部带来的二元风险 许多人预计票息发行将增加 投资者应关注财政部事件的发展 特别是出现的政治干预主义和激进主义奏向 以便及时做出调整 总的来说 我们讨论了短期的波动 与长期结构之间的博弈 无论远处传来的声音 带来了怎样的歧视 成功的投资者都需要勇往直前 紧紧把握市场的风吹草动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投资环境中 了解并适应短期的波动与长期趋势 是至关重要的 投资者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及时调整他们的策略 以适应市场的不断变化 长期的成功需要更深入的洞察和坚定的决心 而短期的波动则是投资者在实现长期目标时 所必须应对的挑战 无论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声音 还是市场中的各种变化 成功的投资者都能够通过敏锐的观察 和果断的行动来获取投资机会 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稳定的方向 同时对市场的动向有清晰的认知 这是构建成功投资策略的关键 因此 让我们共同保持对市场的敏感性 灵活应对各种情况 在投资的征途上 取得更为卓越的成就 希望在未来的投资决策中 投资者们都能够在短期波动 与长期结构之间找到平衡 实现投资目标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